環保署俗稱最乾淨城市考核 新北市已經10連罷 環保局成立環境稽查重案組 並且與企業合作淨灘 推動不速之客 還透過了里長向民眾 來宣導綠色生活 將節能減碳融入在生活當中 人都拉下來 這裡有拉嗎 裡面有拉嗎 現在往那個再跑 在跑啊 那我們空拍機在第一個時間 空拍到 以內很多的廢屑毒 再變成無疆在各業當中 強力執法就是要找出 破壞環境的兇手 新北市在108年 成立環境稽查重案組 至今取締重大環境污染案 一共126件 環保局透過環保武力 為環境帶來改變 新北市在今年 在環境整潔的維護力 得到五項大滿貫 都是全國最佳的城市 尤其新北市被列為最乾淨的城市 已經連續10年吧 新北市也是率先全國第一個 加入脫媒者聯盟 也是2023要變成無媒城市 以及在2030要減碳30% 至於2050當然朝淨零碳的路線來走 所以新北市也送出淨零碳的自治條例 在議會審議 要達到目標不只靠公部門 也需要企業以及民眾共同努力 像是與企業合作舉辦淨灘活動 推動417處不速之客 友善夜市市場以及商店 另外還舉辦環保小局長 永續未來學院等 要拉近民眾與環境議題的距離 同時透過里長向下推廣永續發展 認識綠色生活 因為設置了屋頂農場 他們有共同的一個地方去努力 所以營造了他們的社區的向心 重要的是 這是一個全新北市民可以共同來參與的 不論是環境清潔 有些是像綠美化 那有些是屬於 他們是比較強項在於 社區零聚力的共識 那我們就是藉此能夠發揮 讓里長他能夠帶領里民 一起關心我們的里內的環境 新北市也極力推動黃金里的自收站 那這個東西是當然希望能夠接種在 除了強化我們的環保議題之外 那里長他也能夠結合在地的民眾 然後關心民眾的生活 所以里的這個黃金自收站的 變賣的獎勵金 他可以運用在社會的關懷跟弱勢 環保局在提出2022年的六大目標 像是沙灘海岸全數韌氧 環保兩用袋使用再生塑膠 以及利用AI影像辨識取定噪音車等 要朝靜靈潭的目標邁進 進一天 tit了